这是美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降队伍 美非联军8万名俘虏 被日本活生生虐杀了4万余人 日本此举遭到了美军的疯狂报复 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并投放原子弹 上百万日本人被美军屠戮 日本究竟被美国俘虏做出了怎样残忍的虐待 美国又是怎样报复日本的 今天就为大家揭秘 二战背后美军怎样疯狂报复日军 1941年底 日本空军对美国珍珠港发动的突然袭击 猝不及防的美国珍珠港海军遭到了灭顶之灾 港内停放的军舰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次日军的突然袭击 让美国海军的实力元气大伤 幸运的是 美国的三艘航母当时在外执行任务 没有停在港内 这也为美国对日本报复埋下了基础 在成功偷袭珍珠岛之后 日本紧接着就对东南亚的美英军队展开了全面进攻 驻扎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的美非联军 更是成为了日军的首要攻击目标 没有了美国海军的支援 加上美国当时奉行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计划 驻菲律宾的美军司令迈克阿瑟 脚底抹油乘飞机逃到了澳大利亚 被扔在菲律宾十几万美非联军没过多久便弹尽粮绝 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战 1942年4月9日 菲律宾巴丹半岛剩余的八万多美非联军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日本司令官本监雅琴更是下达了一项残忍的命令 要求全部俘虏徒步到110多公里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 这就是所谓的巴丹行军 徒步行走110多公里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但是对于八万美非联军战俘而言 这110公里也成为了他们的死亡之路 在日本的眼里 预待俘虏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 特别俘虏的还是高大的美国军人 这让美军战俘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 在前往集中营的行军途中 日本兵随意地击杀战俘 只要发现掉队或者走出列队的 就会直接进行击杀 这些战俘全部都不懂日语 日本士兵与他们用日语交流 只要没有得到回应 日本士兵就会直接用刺刀将其刺死或者斩首 菲律宾处于热带 在四五月份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 在列日行军战俘的体力消耗都很大 但日本兵基本不会给战俘吃的 而且还不允许战俘带水 口干舌燥的战俘 只要忍不住在沿途水边喝水 就会遭到残忍的射杀 只有遇到肮脏发力泛着泡沫的污水糖时 才会让这些战俘去喝 这些喝过污水的战俘 大部分都会因为肮脏的水质腹泻 呕吐而跟不上队伍 只要掉队 残着的日本兵根本不会管是什么原因 直接就会开枪射杀 日本士兵还会随心所欲地提高行军速度 这对于早已筋疲力信的战俘而言 无疑是一场变相的屠杀 日本这种变着花样的虐待 让本来两天就可以走完的行军足足走了一个多星期 有1.5万人在这场行军中被日军残忍虐杀 但行军的结束并不是苦难的结束 这些战俘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更加非人的对待 日军随意地进行殴打虐杀 加上瘟疫的侵袭 短短两个月就有2.6万名战俘失去生命 在几个月后 美军从幸存者那里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 美国民众上下都对日本充满了仇恨 美国政府也开始进行的针对日本的一系列报复行动 1942年 日军干了一件震惊美国的事情 残忍地虐杀了4万美非联军 遭到了美国疯狂报复 从此美国在战场上不再接受日军投降 直接选择击杀 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军队士气几乎跌到了敌点 加上日本在菲律宾残忍地对待美军战俘 这激起了美国人心底的仇恨 美国决定补给一切代价 空袭日本 但美国和日本之间横格了一整个太平洋 为此美国制定了一个利用航母空袭东京的计划 为了躲避日本巡逻舰队的发现 美军航母只能停在距离日本近900公里的海上 如此远的距离还要搭载重大2000磅的炸药 只有美国最新生产的B-25轰炸机能够胜任 为了能够携带更多的炸弹以及提高续航 美军几乎拆掉了B-25轰炸机上所有能拆卸的东西 只携带了炸药和航程的燃油 美国空军中校杜利特接受了这一个几乎无法生还的任务 1942年4月18日 杜利特带领改造过的B-25轰炸机器队 从美国航母大黄封号上起飞 这次行动被称为杜利特空袭 轰炸了日本东京及其他城市 共计15座军事和工业目标 造成了40多人死亡 虽然对日本人造成的损失很小 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 中途岛战争胜利以后 美军给日本舰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1944年 美军在太平洋对日本发起了进攻 日军节节百退 迈克阿瑟带领的西南太平洋部队 在10月底从菲律宾中部莱特岛实施了登陆 为此 驻守在菲律宾的日本军队制定的捷号作战计划 双方随后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海战 莱特湾海战 当初迈克阿瑟正是从菲律宾日军的围攻下 逃到了澳大利亚 留下的美军受尽了日军的残忍虐待 这让迈克阿瑟一直怀恨在心 一直想要复仇 如今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重新回到菲律宾的迈克阿瑟发誓 一定要完成复仇 在这场海战中 美军配合航母将日军的海上力量几乎消灭殆尽 迈克阿瑟更是下令不要俘虏 不接受投降 战争结束后日本海军几乎不复存在 日本在这场战斗中伤亡近十万 美军此后也取得了太平洋绝对的制海权 在海洋取得绝对的制空权之后 美国对日本并没有卸下心头之恨 1945年美国在日本冲绳岛发动了二战最惨烈的战役 冲绳岛战役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18万美军 还有1400多艘军舰在身后海面去世待发 在这场战争中 美国还投入了最有战斗力能适应任何地形的喷火坦克 美国依然执着着不接受偷袭 不俘虏的战斗策略 在82天的冲绳岛战役中击杀了日本士兵11万人之多 这也是整个太平洋战场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 这是日本东京的至暗时刻 持续三个多月的大规模轰炸 让日本东京建筑几乎净毁 几十万人死于非命 上百万人无家可归 太平洋战场上的全面胜利 并没有让美国对日本的报复心理得到缓解 1945年初 美国制定了对日本长达三个多月的轰炸计划 负责这次轰炸任务的是 美国陆航司令部的科蒂斯·李梅少将 他曾经在欧洲战场指挥战机对德国进行了轰炸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李梅仔细地分析了日本和德国城市构造 以及工业生产模式的区别 让他发现了日本长辞特有的一个弱点 住房秘籍 而且房屋大多都是木制结构 急以起火 1945年2月 美国攻占了日本硫磺岛 这为美军轰炸日本取得了极佳的中转战 这让李梅心中有了一个绝佳的计划 李梅根据日本常识的建造特点 对实施轰炸任务的B29轰炸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他下令撤掉了B29战机上所有的武器 把炸弹全部换成燃烧弹 利用武器拆下所提升出的重量 使得每架轰炸机携带弹药的数量翻了一倍不止 计算下来 每个B29轰炸机可以携带高达7吨的燃烧弹 3月9日傍晚 美国334架B29轰炸机携带2000多吨燃烧弹 扑向日本东京 先行的两架导航机到达东京上空后 在距离地面不到500米的距离 交叉投放了两串燃烧弹 为后续的轰炸机群确立的坐标 随后 300多架B29轰炸机 依次飞来 把2000多吨燃烧弹 一股脑袋全部丢到了东京城市中心 后面飞来的几十架轰炸机 又向下投放了数十吨的汽油 一时之间 原本东京城市中央零星燃烧的火焰 瞬间聚集在了一块 一股烈焰风暴 开始席卷东京 因为东京的建筑特点 火越烧越大 一切全部都被点燃了 整个东京就像一个燃烧着火焰的地狱 地面温度瞬间达到了上千摄氏度 火焰范围内的所有物体都被烧成灰烬 剧烈燃烧产生了热辣 让日本居民被活活蒸死 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入河中 想要利用河水降温 但美军投放的都是由汽油 白铃组成的燃烧弹 在水面也能燃起大火 在恐怖的高温之下 河水也被烧得沸腾 里面的居民也被生生烫死 天亮之后 整个东京一片狼藉 空中到处漂浮着被烧焦的臭味 这场大轰炸 摧毁了东京超过60%的商业区 和20%的工业区 由于房屋密集 在当晚的轰炸中 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 后续因为烧伤死亡的人数 又达到了十万人之多 这场对东京的轰炸 造成了日本几十万人的伤亡 让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 最后 美国更是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 直接造成了17万人死亡 彻底把日本打投降了 事后 经过日本经济安定本部统计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 陆军死亡一百一十多万人 海军死亡四十多万人 美国对日本就造成了上百万的伤亡 战败后的日本彻底被美国掌握在了手中 开始对日本的下一代灌输亲美思想 对日本进行思想上的控制 在战后帮助日本重建经济的同时 美方的资本大规模进入日本 让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 日本从此也成为了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 直到今天 日本也只能以美国马首是瞻 这边 我们想要看 我们想要看